大家好,今天继续说嘉庆 上期说了,嘉庆史书上公认的守臣之君 大清衰落的罪魁祸首 其实执政之初他是相当的分发有为的 勤奋上班,整顿励志,清廉节俭 还公开承认白连教闹得这么大 都是我大清官员剥削百姓害的 但是拯救大清这项事业 从入门到入土,嘉庆只用了15年 往后9年的嘉庆还活着,还当着皇帝 但已经被大清给改造成了一个没有梦想的咸鱼 嘉庆在位25年,和他的儿子道光相比 此时的大清还没有严重的外患问题 但就这点而言,嘉庆是幸运的 但他努力奋斗了20多年 完全没能扭转大清衰落的势头 因为此时的大清已经成为了一个纸糊的帝国 他坐在这个纸糊帝国的最高点 看似威吾独尊,却根本不敢用力奔打击下 生怕不小心就弄出个大窟窿 嘉庆登基后,鉴于大清军队战斗力稀烂 毫无祖上雄风 他非常重视木兰秋显 就是去北边的木兰围场 以打猎的形式训练军队 嘉庆七年,白连教战士稍险平定 嘉庆立刻下令准备寻兴木兰围场 但是多个官员上奏祖兰 说国库紧张,别去了 嘉庆大怒,说 我又不是去找乐子的 要是想要休闲娱乐 去圆明园,去江南不好吗? 木兰秋显,这是祖宗惩罚 是练兵要武 正是淮州蒙古藩王的重要活动 必须要去 结果他到了围场一看 还有人匿名举报 说是管理围场的官员 私放闲人,偷捕野兽 要知道木兰围场 他跌在的那会儿 一天就能打到几百只兔子 几十只路 嘉庆只能严肃处理相关官员后 带队回宫 没想到第二年再去 还不如去年 派人赚了一大拳 这次一头迷路都没找到 几万人浩浩荡荡 从北京到成德来呼吸新鲜空气了 嘉庆九年 他第三次来到木兰围场 这次好一些 从一头迷路都没有 变成了有个四十来头 一连三年 皇帝大非周章的去皇家园林打猎 都是半途折板 官员被解决掉了大板 问题却是完全没有解决 因为木兰围场外围的大片土地 早已经被官员们 偷偷租给了汉人种地 核心区域又有大量木材被坚守自盗 生态被破坏了 恢复就很难了 嘉庆在位期间 只要条件允许 他每年都会要求去木兰围场 也基本每次都会有官员出来阻拦他 气得他甚至拿出了雍正疑讯 一头说我不去围场 只是因为没空 而且不喜欢杀生 但这是我的错 后世子孙要常去围场习武 官员阻碍嘉庆前往木兰围场 既是因为有倒卖国家资源的利益链存在 也是因为去围场耗时久 条件苦 他们不想去 所以没有困难 也要创造困难 让皇帝别去 嘉庆十一年 密云地区大雨 冲塌了几座桥 嘉庆赶紧派人去维修 但过了几天 他派人去检查维修进度 却发现根本没几个人在干活 嘉庆十七年 他排除万难 终于成功抵达了围场 结果碰上有八七子弟 当着他的面偷砍围场树木 他派兵抓人扣下木材 结果半夜 砍木贼的同伴赶到 把他扣下来的木材又抢走了 嘉庆二十年 他再次前往围场 走到半道 他的宗亲重臣 庄亲王绵克禀报 说二道和尚的副桥被冲塌了 镇桥被淹了 走不了了 咱们回宫吧 嘉庆不信 亲自骑着马过去看 发现二道和的巧 屁事没有 一个围场问题 嘉庆整顿了二十多年 大小官员撤换一堆 还是始终没能解决 但这还不是最让嘉庆难堪的 紫禁城门禁松弛这个问题 嘉庆在登基之初就已经发现了 为此他也花了大力气整改 嘉庆五年 他的帝师 也就是他最信任的大臣朱规 因为教夫喝醉 和值班的进军护殴 被嘉庆降了三级 并且隔去了太子少保的头衔 大义灭情了属于谁 但这依然改变不了什么 嘉庆朝一共发生过十二起 外人闯入紫禁城伤人事件 这种事情放在别的朝代 有一次就能在史书中大书特殊 无数人要扔头落地 但在嘉庆朝平均两年一次 嘉庆八年的时候 皇帝从圆明园回宫 走到神武门门内 突然有个男子 持刀冲到了轿子面前 周围大内侍卫 全部原地站着看戏 一动不动 还是嘉庆的亲侄子 定亲王绵恩率先冲了出来 拦住了凶手 至于这个人为什么要行凶 一堆大城门调查了好几天 宣布因为他是神经病 门禁松弛闹出的最大笑话 是嘉庆十八年的天理教事件 以林卿为首的天理教徒 勾结几个姓教的太监 分别从东华门和西华门 冲进了紫禁城 东华门护军训练有素 应对得体 及时关闭城门 只放了五个教徒冲了进去 而西华门冲进去了近百人 五门守将侧林 听到消息 身先士卒一马当先 就跑路了 这就是大清八旗 一群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甚至没有什么武装可言的普通百姓 轻而易举的就冲进了紫禁城 比现在去北京故宫参观还要容易 嘉庆要是当时在西华门附近瞎逛 参考神武门事件中 他护卫们的优秀素质 天理教很可能就斩首成功了 嘉庆是一个有行动力 有坚持的人 但很多事情不是有决心 有毅力就能解决的 嘉庆能看出大清问题之弊饼 知道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但是他无法解决问题 他有当圣君的愿望 但没有当圣君的胸襟 他虽然一轻震就下诏 广开沿路 鼓励官员们上书直言立弊 但他又心态不好 很容易就被诊破坊 比如汉林院编修洪亮级 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人口学家 写了数千字长文 向嘉庆禁言 嘉庆看完后暴跳如泪 把人抓了起来 然后送到新疆流放了 过了四年嘉庆才反应过来 把人喊了回来 但这种恶劣的影响 一旦造成 就再也难以弥补 与此同时 他也缺乏雍正 乾隆那样大刀阔斧的 举起大刀阔斧的魄力 嘉庆极少杀人 被他罢绰革职的官员 很多都是过阵子 就能官复原职 比如前面提到过的 骗嘉庆 乔被水淹来的 庄清王棉克 被嘉庆反复革职过好几次 但一直快活到了道光六年 这官员的软弱 无疑就是另一种情势的放纵 嘉庆朝六部唐官九卿 每天要到了中午才去上班 嘉庆斥责 他们就说 中午以前我们到了 但底下的私园们也没到 来这么早没用 心态差又软弱 这就导致嘉庆脑海中的 完美的心症 根本就不可能被实行 整顿官场 也就只能是一个口号 嘉庆忙活了十多年 终于发现自己一事无成 民间起义还越来越多 这给他彻底整不灰了 于是他开始自我反思 开始自我总结 他得出了几个结论 第一 我能力可能有限 第二 我爹 我爷爷那会儿 好像整得挺好的 第三 那我把他换了干嘛 不如一切换回去 我翻人宗实录 发现人宗皇帝嘉庆 最喜欢干什么呢 就是翻高宗实录和圣祖实录 越往后他就越喜欢 天天嚷着 我爹 我太爷爷 当初是如何如何干的 太移民了 我也要照做 嘉庆十六年 热衷写文章 有过情政爱民论 宗世迅等代表作的嘉庆 完成了最新大作 守城论 当初那个 以守城的名头 糊弄他爹的嘉庆 在清政了十多年后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守城之君 以没有作为 当成自己最大的作物 其实我很怀疑 嘉庆生命的最后几年 他的精神状态 可能是不太正常的 嘉庆二十四年 他去世的前一年 他和孔子后人 严慎公孔庆荣有过对话 嘉庆说 我想去取父 山东民情如何 你那里有邪教没有 你好生与我严拿邪教 孔庆荣愣了半天 回答说 臣是受国恩 理应报效 但这事不是我负责的 嘉庆又说 你好生与我严拿邪教 他一个劲地自言自语 说自己登基二十四年 没去过取父 祭拜孔子 这是个大缺点 但是 现在山东民情不好 一路上的行宫 也被破坏了 这可咋整 这可咋整 把人衍生功都吓得够强 可以说 嘉庆朝中央政府的主要矛盾 是嘉庆 慷慨激扬的雄心壮志 和他着实抱歉的 个人能力之间的矛盾 但是回看嘉庆的一身 他上台之初 就看清了大清存在的弊比 并且有针对性地做出了改变 官员贪污 上行下校 那他就以身作则 充当廉政典范 地方官欺上瞒下谎骗皇帝 他也常常能一眼看穿 敲打警告 军机处大权在握 隔绝内朝外庭 那他就调整军机处架构 自己勤奋工作 不被架空门壁 清军腐朽无能 那他也积极地推动 木兰秋显训练军队 他固然能力有限 难以改变局势 但局势烂成这样 那确实不能全怪他 腐败横行 是因为乾隆朝最大的贪官 叫乾隆 官员欺上瞒下 那是因为整套官僚系统 都是靠贪污受贿 来驱动 来维持运转的 军机处把持朝战 那也得怪他老爹 纵容和声 专恨独行 至于清军和八旗腐朽 那这上百年优待放纵留下的击毙 实在不是一人一朝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这样一个皇帝 放在中国历史上 大部分朝大 都能撑得上一身明军 要是运气好点 碰上个好光景 再能有两三个好使的大臣 那在史书上留下 圣君的评价 也未必没有可能 但他出生在了乾隆朝 出生在了公元1760年 加近三年 乾隆去世 而这一年 西洋里 已经走到了公元1799年 英国已经出现了 大规模使用纺织机的工厂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 从英国走向德国 美国 法国 在蒸汽机的轰鸣声中 西方世界走进了下一个纪元 公元1811年 加近写出了首承问 自以为悟到了治国秘诀 但是再过29年 英国军队将敲开他儿子 执掌了帝国的大门 一个古老文明 一个强大的帝国 自此开始沦为 半殖民半分建社会 加近从发奋图强 到躺平放弃 这既说明 这个皇帝确实实力有限 也说明了 这个大清帝国早就该亡了 他父亲乾隆的实权武功 绅士赫赫 但背后其实是乾隆以纵容 甚至是鼓励贪污的方式 维持了官僚系统的运作 大清衰落于嘉庆 而亡于乾隆 最后还是感谢各位观众老 也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